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位任志强的朋友告诉路透社的记者说 这位前华远房地产公司的领导人 自3月12号后就失联了 任志强的好友民间企业家王英 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许多朋友都在找他 他们心急如焚 王英说 任志强是公众人物 他的失踪广为人知 对此负有责任的机构 需要尽快对此做出合理和合法的解释 北京市警方和国务院新闻办 都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记者的询问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任志强的失踪 看起来是中共在新冠病毒疫情中 加紧镇压批评声音的最新动向 上个月 任志强在一篇尖锐的文章中写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是一个权力饥渴的小丑 他说 执政的共产党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 加剧了新冠状病毒的流行 任志强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却直指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 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 但丝毫也不掩饰 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 以及谁不让我当皇帝 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把习近平描绘成一个英雄 他正带领中国在抗击病毒的人民战争中取得胜利 葫芦认为 国际社会应高度关注任志强失联事件 习近平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不仅没有收敛 相反变本加厉 接着与您谈谈中国除武汉外 其他地方连续10天无新增病例 北京在国际展览中心 集中隔离海外入境人士的事 在世界许多地方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快速上升的同时 中国卫生官员15日说 湖北省除武汉以外的其他地方 已连续10天没有新增病例 武汉有20个新增病例 16个国外传入和4个当地感染 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言人米峰说 自2月27日以来 湖北省以外的其他省 新增本土病例都是个位数 他说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医疗救治 努力提高治愈率 而北京将国际展览中心新管作为中转站 隔离来自新冠病毒高风险国家的入境人士 根据北京疾病控制预防机构 这个中转站根据旅客的目的地分成不同的区域 隔离那些没有出现症状的人 境外入境中国的人 首先要在海关经过体温测试 填写健康申报表 离开机场进入中转站之前 还要经过体温测量 中转站内的工作人员负责对游客们的体检 如果有异常 将送往指定医院 其他人交给目的地负责人 进行14天的隔离 北京市15日宣布 自16日起 所有境外进京人员 一律送到集中隔离点 进行14天隔离观察 时速费自付 隔离期间的待遇也堪忧 有人想自费喝瓶装水而不可得 被迫喝极不干净的自来水 中国15日通报了16例 来自境外的新冠病毒病例 使得境外输入病例达111例 葫芦认为 中国政府采取隔离措施是必要的 但时速费自付的做法 有点不尽人情 最后 与您聊聊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 各国采取严厉防疫措施的事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在全球蔓延 各国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防疫措施 封城 宵禁和限制出行 试图减缓疫情的恶化 在东南亚的菲律宾 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之一 由军人和警察将人口密度极大的首都马尼拉封城 大型聚会被禁止 学校关闭 政府暂时关门 此举类似几个小时前西班牙采取的 对全国4600万人全面封城的措施 法国命令关闭重要景点 包括埃菲尔铁塔 罗浮宫 咖啡店和餐馆等等 政府采取越来越极端的措施 来阻止民众密切接触 以遏制病毒传播 丹麦关闭了边境 停止旅客进出 波兰开始关闭边境 禁止所有外国旅客进入 捷克和斯洛伐克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立陶宛将在与波兰和拉脱维亚的边境设立关卡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宣布 所有入境旅客毫无例外地进行14天的隔离 美国总统特朗普几天前宣布的欧洲旅行禁令 被扩大到英国和爱尔兰 新泽西的一个城市甚至宣布宵禁 世界卫生组织几天前宣布 军冠病毒疫情的中心已经从中国转移到欧洲 在中国之外最严重的意大利 目前已有两万一千人感染 一千四百四十一人死亡 在中东疫情最严重的伊朗 有近一万三千人感染 六百一十一人死亡 葫芦认为 世界各国出于防范疫情的考虑 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 但应坚持合理原则 不宜过度 好了 葫芦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葫芦